這個賴清德他在培養自己的人馬 透過服務 院 黨 團 都形成他賴洗人馬 這話還真的頂多只對一半 因為還有這麼多其他的系統 不管是來自於美國 或者是來自於其他相關單位 李大道 崇敬坦白 我是歐崇敬 我們看到在電視上 特別是《照航在心事》 裡面有名嘴爆料說 賴清德現在是把他自己所屬意的派系 跨黨派的或者是跨派系的 在他的府 還有行政院的院 再加上是民黨的黨 再加上立法院這幾個黨團 他到處斷鎖著他的人 這個話老實說只對了一半 而沒對全部 為什麼只對一半呢 因為賴清德他並沒有擁有完整的權力 此話怎講 大家只要看 才在3月4月份賴清德他的團隊 以及他的就已經被發佈了 我說被發佈這三個字就是表示 不是賴清德自己發佈的 那是誰發佈的 請大家注意 發佈的時候羅森伯格老太太在台灣了 這個意思是真正拍板的是AIT 也就是包含羅森伯格 甚至包含孫小雅 那麼就表示美國對於台灣的 是完全的想要主導 那麼就看到用到的人呢 他用的不是賴清德的新潮流系 也不是賴清德自己所屬的所謂男流系 或者是賴系 而用的是之前蔡英文就用的人 但你能說這幾個人就是蔡英文的人嗎 問題是的確確實目前用的人 是蔡英文當時就用的人 例如蔡明燕 例如布里熊 又例如徐思謙 再例如呢 哇 我們就不必再例如了 所有的例如似乎都和整個海方有關 最明白的就是那個同二一世事件 那個基本狀況事件的管閉林 他現在也在上面 所以呢 大家就大改疑惑了 為什麼這些人呢 名字都還在上頭 難道蔡英文力量還很大嗎 大家注意啊 不是蔡英文的力量大 真正的蔡系人馬呢 反而一個都沒進來 尤其是蔡英文那些幕僚 為什麼反而沒進來 反而是這些跟或者是海方有關的人 卻安安穩在位置上留視這些人啊 是美國所選 而不是賴清德所選 如果這件事情大家弄清楚了 那就發現賴清德他沒有完整的權利而擁有 也就是說賴清德他管不了海防 也管不了 更管不了 這些事情呢 他已經被美國那邊給拿下 到底美國那邊除了AIT以外 還有五角大廈 還有國務院的台灣辦公室 這些以外 還有沒有別的力量在參和呢 我們深度懷疑也許還有部分呢 是來自眾議院 好了 總之啊 賴清德上頭了 只要涉及到跟海防 就有這麼多的老美做他的公公婆婆 這些事情他自己說的是沒冒完全算數 而且人家還沒辦法直接發布 這些相關單位到底誰是主管 或者頂多尊重他一下 由他來防 結果還是老美那邊 不管是從孫小雅或者從多孫柏格 那邊所遞過來的名單 這樣一來賴清德真正能決定的是在哪裡 是在他的民進黨 以及呢 部分他已經選上的民黨立委 能不能多招幾個往他那邊站 也就是說 就算他很努力招 也不會全部是屬於他的人 五十一級裡面能是他的人 能過三十級也就不錯了 再來呢 當然是他的府了 他的府方啊 那蕭美芹能是他的人嗎 那當然還是美國 你要說是蔡英文 可能也只對了一半 真的 蕭美芹所組的 肯定是在美國的 人家蕭美芹他身上有一半 美國人的血統嘛 再者呢 就是要怨 怨這邊呢 因為有他的正義軍在 所以他當然至少也能再長一半 所以啊 如果名嘴說 這個賴清德他在培養自己的人馬 怕過府 院 黨 團 都形成他賴洗人馬 這話還真的頂多只對一半 因為呢 還有這麼多其他的系統 不管是來自於美國 或者是來自於其他相關單位 硬是插入 他的人事部局 當然 民黨黨內內部呢 也沒有全部都聽他的 因為原先的新潮流 至少北流和中流 自己還是要新潮流 只有他所屬的南流 獨立出去 這人是來洗 而屬於3D電視台的永遠會也還在 然後呢 蔡洗人馬雖然大部分不見了 但是呢 已經併入了美國那邊 再者呢 就算沒併入美國那邊呢 他們可能啊 也潛到另外民間去了 當然你會問 那書系還有游戲呢 也就是政國會 他們到哪去呢 沒錯 政國會確實有部分併入了賴席 但是呢 有些部分他可能還在散兵游泳中 這樣一來 賴街的頂多擁有整個民進黨 目前為止 大概是三分之一強到二分之一之間 那樣的一個大的體系 如果再加上新潮流系合起來 他們頂多就是佔了五分之三 到這個過二分之一 再強一些 也就是說啊 他不可能拿下全部的 那麼更別說台灣關鍵的金融海防和 再見你收看 待見你收看